哎 手太痒了 有些人问我的手痒不痒 从12点钟一痒现在的 太痒了 哎 抗不住的 要去疮了 一直痒 只要一热就痒 就是凌晨三四点钟了 我的手好痒了 今天拍的视频 有和人问我的手痒不痒 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手肯定是会痒的 在什么情况会痒呢 就在抓着下雨 然后就是那种天气很热的情况下 就温度很高 温度很高吗 我不是在带这个套子吗 我不在带这个手套吗 一戴着 戴着那汗银流着 你们好痒 有时候我干活 就回来挣钱嘛 养着我一憋着的 把丝干完了 把钱发了之后 然后就回来洗澡 哎 养你不洗澡 太难受了 你要抓 抓 抓 你看我这就抓 抓出去 晚上也是的 想省点电费都不行 你又不开 太热了 你不开空调 睡的话 那手也痒 就痒 毕竟在学云按摩枪打 大家说我的脸恢复的还可以 不心中的大心了 如果像我的真身这么严重呢 如果像我的后身这么厚 这严重 如果长到我脸上 这里阴阴好了呢 如果像我手臂那样 像如果像我手臂这样 这么严重 长到我手上这样 那我这不是真的是完了 所以你看脸上就这里有点疤了 是不是 如果我现在出门的话 带着带上这个 基本上看不出来 人家看不出来我是烧伤的 要说我不是脸上恢复这么好的话 如果手上像这么支撑的话 跟你说我这边直接弯了 门都不敢出了 那就算真的是残废的 手上这么点 以后可能还会痣 现在还没这个想法 你看长一年长个半年一年了 如果他再继续震生 我还是会痣的 如果再停留在这个节目 我再考虑一下 因为他有些地方还慢慢的平 我现在还不想打激光 现在想断着激光了 你断了激光断一个月了 不过还来擦药 就是晚上好痒好痒 还有一个是你脸上脸上 虽然你看大家看我脸上 虽然恢复成这个样子的 但是他那么久在长痘 我以前没有烧伤的时候都不长痘 等我烧伤之后都痘痘痘痘痘 经常长痘 这里有长个痘 过两天又这里长痘 从我一年之间不停的长痘 从以前到更多 烧伤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长痘的 有没有烧伤的伙伴来咨询一下 烧伤之后皮肤为了全部长痘痘 面膜也富了 药也擦了 也这样子 这哪儿啊 现在烧伤了之后 天气太热也不敢出门 太热真的不敢做 我做晚上活动的时候 白天太热了 你说还有甚至最近下雨 你看这真的好严重 我烧伤之后我不拍过视频吗 很多那种怎么说骗子 他说我这个能治好 完全能治好 对不对 你看那些我的网上查一下 有的明星呢 烧伤的都没完全治好 如果有很多钱的话 还是可以把这些去掉 然后自己一定的印字是可以的 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很雄厚的话 可以把这个增生 减少 没那么增生 就是说疤可能还是有的 就是把那个像这样的疤的 像这样的暗疤的 它不会像这样增生的 就是不停的自疲 不停的斗手术 我上次问医生 医生说我这个 擦药都没什么用的 做激光也没什么用的 做什么才用呢 做手术 比如说你我以前不是指过皮吗 但是手机手已经指个皮的 手指个皮 这边已经好了 这边以前是的 这边好的 然后这里增生了 这里增生了 这里也好的 脸上也好的 就是说不停的支皮 等个几个月 一去支皮治好了之后 再让它涨 涨了之后激光又支皮 不停的这样重复的告 你要想一下这个消费到高 值个皮 值一次皮之后 激光要做一年 是吧 你这个皮像我这样那么大便 你这个皮要 不说十几万 九万块钱肯定 百分之要的真正的地方 是吧七八万十来万 十万块钱肯定要的 是吧 然后再激光一年 一次就算不说一万块钱 我们就要八千块钱 一年就八万块钱 看成本大不大 有些烧伤 并不是不能治 是这个不足 都知道 你们多照顾一下我的声音